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与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张小婷 说到买房 大家都觉得好难好难 特别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 在去年的统计2020 30到39岁 买房人口最多占了三成多 我们今天请到住商发言人 许佳新 佳新姐 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买房很难 因为房价这10年 涨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对 其实刚刚就像雅婷提到的 就是说确实 以年轻人来说的话 最近的购物的压力 其实非常大 那你如果说跟10年前相比的话 其实光是台北市 就涨了将近五成以上了 那有些区域的 对 那中南部来说的话 你甚至于可能 都已经涨到一倍以上 比如说像最近很热的台南 它其实在10年前 大家还不是很在意 很重视这个区块 那时候一字头 你大概可以买到 还不错的标的 可是现在普遍都要二字头 甚至于三字头 对 那当然我们如果说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说 年轻人购物可能逻辑跟过去不太一样 因为像之前那个总裁说 他40岁才买房子嘛 那他可能那个时候 他的投机款允许 他是自己存下来的 那现在多数我们接触到客户 都是靠爸爸妈妈帮忙 对 然后 后面再自己缴房贷 对 那贷款的年限的话 也比过去来得长一些 因为以前贷款的年限 可能大概20点把他还完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要30年 甚至于他如果买新橙屋 可以带到40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来去完成他这个购物的一个规划 大家还是认为 说房价不太有这样的可能 那你早买是不是早享受 而且房价相对还低 其实我们这样说 以市场上门人来说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们每次都会说 你早买早享受 那晚来不一定想折扣 因为你早点买的时候 其实特别我还蛮建议 如果他是租屋的人 如果投机款准备好了先买 因为对于租屋的这块市场来说 我们长期来看租金会往上走 因为一个是通膨的压力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现在很多税费加上去之后 有一些房东他就会自己往上去 去把这个租金往上去做一个追加 所以你住在房东的房子里面 你会越住越贵 那还不如 越住越辛苦 对所以你还不如就是 如果说是自由资产 你等于是换另外一种方式存钱 那早点把钱存下来 这个是我们在建议上面的一些做法 好所以来看到在这个贷款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2017到2020 个人贷款总人数跟平均的金额 都是往上 对因为其实这个统计里面 除了房贷之外还有信贷 那当然为什么在金额上面会有一些往上 一个是说也确实房贷 因为房贷一直往上走 我可能本来以前八百万买的房子 我现在要一千二 那一千二的话 我就得要想办法去借多一点的钱 那我当然金额就会往上 那当然不可不说了 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也很聪明 因为利率比较低 所以他们可能 我先去带出来投资 对就是说比如说他可能他借出来他就去买一些高值率的股票 那或者是说他可能他去做一些跨业的一个投资 甚至去做了不动产的操作 所以确实可能在金额上面高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比重上面 就像刚刚亚婷有提到的 30到40岁的这一端是34% 那比率是最高的 那如果说你随着你的这个 我们说是年纪的渐长 他其实是渐渐的往下减少的 那所以但是原则上面 现在市场上面会落在买房子的人 大概约目就是30岁到50岁 中间的这个区块大概占了差不多六成的一个人 那当然你在新申请信贷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好像也是这两个族群 来大的一个贷款的一个状况是比 人数占比是比较多的 那当然因为这两个族群 就30岁到50岁的 30岁到40岁 40岁到50岁的这两个族群 一个是主要是他是家庭的主力 所以他可能会希望 自己在职业的这段时间里面 尽量的累积财富 那当然因为以现在利率的一个水准来说的话 他们就会认为我借钱 然后透过这个财务的杠杆上面 把我的这个财富来去做一个累积 那其实我们以购物的逻辑来看的话 或是说以投资的逻辑来看的话 利用一个低的杠杆来去做操作 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的利率 利率的时候大概是差不多 我爸爸妈妈他们那时候其实利率大概带到9% 10% 所以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老师 他那时候买文山区的房子 好像才买两三百万 然后因为老师白天就是在学校上课 晚上去教不习班 然后老师那时候 去他家吃饭的时候老师说他买房子付现 然后老师那时候很霸气的跟我们说 买房子为什么要让银行赚利息 因为利息真的很高 对那但是现在看起来回头看看就是 如果说以购物来说的话 不要觉得说跟银行贷款好像很没面子 那它确实是一个让资金更有效率去运作的一个方法 确实因为现在房价这么高 那你要全部付现金也是很霸气啦 对啦 但是真的很难啊 对就有一点辛苦 而且确实也不大 除非说像豪宅 有些豪宅它是一次复兴 因为它有其他的额外的考量 那除非是这一类的产品之外 但是我们会觉得一般正常的状态来说的话 民众其实是可以透过借房贷来慢慢还 那当然因为你借房贷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你看看银行借不借钱给你 银行借钱给你的房子 其实它未来要卖也不会太难 因为银行愿意借钱给你 也会愿意借给同样信用品等的另外一个人 那另外一个人如果看喜欢你的房子的话 它就会当作 它也借得到 它也借到 就当作是一个评估的标准 一个认证 是 不过说房贷的话 现在还是有所谓时间上的不同嘛 那佳鑫姐这边有没有提醒 你说20年 30年 40年 其实我都会觉得如果啦 就是说可能你在这个 因为我们直接说20年 30年 40年 你最后的一个利息会差非常多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其他投资的习惯的话 比如说像我有一些朋友他只会买 他只会买中华电信跟台积电 然后他就就是这样子存股存股慢慢存下 存股足 对那你可能比较适合20年的 因为你20年的话 那他就是早一点把它还完 你就降低了你人生最大的一个负债 那你可以重新开始你的理财的一个规划 但是如果说他是积极型的人的话 可能30年以上就会比较适合他 那甚至于就是如果市场多头的时候 其实你也不需要急着还 因为当市场多头的时候 你其实前面慢慢还 那有可能你要换物了 你根本不会到30年才把房贷换完 你可能也许比如说5年10年 那你因为换物有关系就把房子卖掉 卖掉之后等于下一手的买方 帮你还贷款 那你用这个逻辑来去做操作的话 那可能就会让你的弹性就会更多 好那再来看看真的难度最高的天龙国 台北卖房有多难呢 其实这一份统计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 他是把这个年收入百万以内 他的一个交易建树来去做一个排行 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年收入百万以内 要买房子有点硬 因为我们如果用三分之一的这个逻辑 就是说假设你家里头的收入是10万块钱 那你大概就是云三分之一来付房贷 他会比较合理一些些 那当然如果说你年收入 我们用100来计算的话啦 那家庭的收入大概 一个月是不到10万块钱 大概8万块钱左右 那所以可能投机款的部分 或许家人可能资源要比较多一点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蛮多人 在这个年收入百万 但是还是可以有办法买房子 那也许要可能买的房子 屋龄就比较旧一些 那会有一些就是说可能条件上面没那么理想 但你会发现比如说像内湖区它的件数是最多的 那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说可能很多的 因为在内湖上班的人很多 他想说究竟买 那也许我们最近蛮多的客户买的是内湖的公寓 那甚至于说买到东湖里面 那就是看房价相对比较低 那另外来说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有像内湖啦中山啦 它都超过1000件 其实超过1000件的原因是说像中山区它有很多套房的产品 比较小 对那总价也就低 那中山区很方便 机能性啦 因为它又位在台北市的中间 所以坐公车捷运什么 其实是都还蛮方便的 那这也造成就是说它整体的一个交易量 是相对是比较火弱一些的 那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像有一些区块 它的一个表现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 比如说只有300多件的 像是南港大同中正啦 因为有一些它普遍频数比较大 所以它再买起来之后就是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那当然我觉得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购物总价的一个部分啦 那购物总价的部分来说 我觉得内湖其实它以这个购物总价跟它的机能性来说的话 确实是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它是不然稍微贵一些 那比如说比万华啦 文山来的贵 但是因为离上班方便 它们的一个意愿也会比较高 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有几个部分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留意的 我个人会比较建议要看核贷的这个乘数 跟这个贷款的利率 目前现在银行普遍的贷款利率大概都在1.3到1.4之间 那如果说是特别条件好的客户 他可能可以甚至我们那时候听到有人贷到1.31左右这样的水准 可是明年会升息 但是我们也会认为幅度不会太大 大概还是在2%以内的一个水准 那另外一个来说 那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像你台北市来说的话 大概都在1.4 平均都在1.4上下 因为台北市在银行的一个观察 银行的一个认定里面 台北市视为A区 那所谓A区它就是贷款的乘数给的最好 然后贷款的这个利率给的也是一般是最漂亮的 所以如果说你在买台北市的话 只要信用不要太有问题 然后房子不要太老 那平均不要太小 多数贷款的乘数都还不错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核贷乘数的部分来说的话 多数的核贷乘数都在七成以上 那里面来说的话 几个比较特别高的一个区块 比如说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是南港 因为南港有一些新的案子 所以它跟建商一谈之后 贷款条件就会稍微 乘数就会稍微高一些些 那另外来说的话 你比如说你看像75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松散 那因为它的本身的一个立地位置上面是蛮加分的 所以这些它都对于它的一个 所谓乘数上面是有帮助的 当然就是说以购物的这个概念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都还是会建议 你就沿着交通线来去找 比如说像我们那时候看到有很多的购物人 他可能他就北市买不起买新北 那甚至于我们就是像比如说有些 他在大安区上班买不起大安区 他就沿着板南线 可能找到板桥找到土城 那一样也可以顺利成家 那甚至于现在还有这种叫跨桥 因为现在有很多跳挖公车 那这种跳挖公车的话就会发现 有些人他可能住在内湖上班 他买中和因为有跳挖公车 那甚至于有一些朋友 他们可能在内湖上班 那他就买到五股 那因为开车走快速道路 那当然如果说是以购物这种 我们这样讲叫做跳挖式的一个交通上面逻辑的话 可能自己大概就要有一台车 那便利性会比较高 那因为大众运输系统来说的话 就是可能他在转车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些 所以年轻人要买房哪些建议 我觉得第一个财务啦 就是先筹到自备款 然后就开始规划一下自己每个月的房贷 不要超过这条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然真的会影响到你自己的 平常的日常生活的品质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我觉得其实不管你 你只要有这个看屋的想法 就是买屋的想法 我先去看耶 因为有很多年轻朋友都说 不好意思啦不好意思 看了不买 看了不买会怎么样 房子看了不买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就买 那你就不要担心了 新城屋接待中心的预售 预售案场去看一下 你大概了解一下 然后中古屋你去多看看 多跟房仲聊天 因为你在聊天询问问题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问的问题很傻 因为这些业者他们如果够专业 他应该要回答你 那你就透过不断的询问 然后不断的看屋 你会累积到你自己的知识 那我其实还会蛮建议我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是刚开始看屋的年轻朋友 你准备一个笔记本 然后呢这个笔记本 就是把你最近看屋的 这个房子的状态写下来 像我之前有个妹妹啊 她那时候她就会 她就把她大概看了二十几间房 她二十几间房都做笔记 那做笔记的话 就是把那个房仲给你的这个 我们这样讲屋矿的屋矿的屋矿表 然后有一个比较简单 像广告那种一张屎的 把他留下来 然后他就里面会写 他的这个案子 他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然后这个周边的一些 他的可能注意的点 比如说可能走路离捷运 上面房仲写走路离捷运五分钟 但是我走起来要八分钟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 实际来测试一下 那当然你如果看到屋矿 觉得奇怪的 那你可能也可以透过询问的 这个过程里面 一方面他不愿意讲你也增加知识 因为你可以询问你的朋友 那当然久了之后 你知识累积了 我们会觉得你在知识累积 财富业累积的同时 你就很容易买到好的房子 虽然现在普遍的话 贷款是八成 就是换句话说 你要自备两成的这个自备款 但是我们其实都还是会提醒 你最好多备一点 因为你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 比如说装潢 那或者是说我们买房子会有气税 那你有服务费 就是房仲服务费 那代数的一些费用 或者是说你意料之外的一些 额外的费用 像我朋友他买的房子 本来那个就是可能会多一条 比如说千瓦斯的费用 像这样子的话都是你意料之外的费用 你最好是身上有一点钱 可以来去做预费 那这样比较安全 好 确实在这几年看下来 真的是薪水 涨了幅度远远不及 房价涨了幅度 所以今天嘉宇姐给大家建议 就是如果你真的看了有喜欢 如果说你至今真的还在 许可的氛围之内的话 先买过 对 因为你其实就等于说 把你付给房东的钱 变成你自己的储蓄 只透过房子把它存下来 那当然如果说是以 自用客户来说的话 我们都还蛮推荐的 那如果你买机能性相对强 那房屋本身也没有太大问题的话 多数它就会成为你人生 顶松第一桶机 而且搞不好你就可以 一间换一间 小屋换大屋 好 感谢嘉宇姐来上我们节目 也谢谢大家收看 以前东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中天财经频道上线楼 房价会涨还是跌 该不该出手 开股开信场还是卖出呢 基金外币 黄金 比特币 如何买卖赚钱 怎么玩车最酷炫 购车保养药 要注意什么 最厉害的专家群上阵 还有防弹少年团 标峰直率车手 2021全新登场 记得订阅YouTube中间财经频道 有CTI小经地图样的 帮我们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这个期限 by bwd6